生活需要高级感中说,关注点在什么地方,决定着你成为什么样的人。 世界纷繁复杂,但并不是任何人和事都值得你费力周旋。 对于无关紧要的人和事,我们要学会不关注、不迎合、不参与。 正如有人说的,生活越过越好的人都懂得把精力放在对的地方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难免会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消耗时间摇摆不定。 但到了一定年纪,千万别把这三件事做反了。 1.唱自己的戏,别拆他人的台。 网上有人提问,一个人最无知的事是什么? 有一位网友回答说,用诋毁他人的方式抬高自己。 人生在世,难免会对他人的风光心生羡慕。 然而,若是他人之德为自己之师,则会陷入攀比拆台的怪圈,最终伤人又害己。 之前在书里看过一个故事,感慨颇深。 智能手机刚兴起时,言之果断开了家手机店。 丈夫老马也紧跟潮流去学了手机维修技术。 夫妻同台,一个负责采购销售,一个负责收后维修。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却也招来了旁人嫉妒。 结果,邻居老李看到老马家的手机店生意红火,也想开一家手机店。 他先是派人上门考察手机信号,而后又以闲聊的方式频繁地向老马讨教维修之道。 不出两个月,老李也开了家手机店,款式比老马家多,标价比老马家高。 每当有人质疑老李的价格时,他就暗指研制家的货源不正,质量不新。 一旦有人提出想找老马维修,他就嘲讽对方是个二把刀,专骗外行。 然而,越是这样,老马家的生意越是火爆,老李家的店却时常门可罗雀。 最终,不火中烧的老李在对方电竞时带人去砸场子。 他们先是揪着老马半路出家这点不放,指责对方维修技术不专业。 看老马不知所措,老李又转而诋毁其货品质量差,要求对方赔偿。 混乱中,老马只能选择报警。 最后,老李不但被拘留,人品还备受质疑,生意自此一落千丈。 西方有一句谚语,每个人的衣橱里都有一句骷髅。 不可否认,人性中都有阴暗面,各种负面情绪深藏其中,伺机而动。 一如故事里的老李,看人有就暗生恨意,见人好就落井下石。 殊不知,砍断他人的梯子,我们也会无路可走,拆掉别人的舞台,我们也将无锡可唱。 作家刘柯柯在镜子里的《中年》中说,一生只在和别人的比较中打发日子,是浪费时间。 人生苦短,重要的不是挖空心思与人周旋,而是尽力完善自己。 与其乱给他人添堵,不如走好自己的路。 二,养自己的心,别养他人的眼。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,想发朋友圈,却因害怕恶评,思前想后最终清空的内容,喜欢独处, 但为了和群,强迫自己参加聚会,明明不擅长做某件事,却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,还是选择做了。 总以为人言可畏,于是一步一驱。 实际上,正如作家山本文学所言,比世人目光更可怕的,是我们那颗在以世人目光的心。 导演格雷·塔格维格从小就立志当世界上最好的女导演。 然而,由于周围人对女导演的偏见,他差点亲手埋葬了自己的梦想。 小时候,格维格指挥大家排练戏剧,结果被朝不向的女生上中学时, 有一次他正在为大家分配,讲解任务,有同学突然冲他喊道, 你真是个控制狂,一个女生怎么这么喜欢指挥人,这让他渐渐意识到,野心太强的女生会被排斥。 为了避免成为大家眼中的一类,13岁那年,格维格开始强行改变自己。 青春期时,他像其他女生一样,在理想一栏为心地写下了护士。 工作以后,借于大家对女导演的看法,他退而求其次做了编剧。 创作时,为迎合他人的口味,他不惜违背创作初心,改变故事脉络。 即便他如此努力地隐藏真实的自己,旋力满足所有人的期待,却依旧会被指责不勾格。 最终他恍然大悟,如果我能更彻底地改变自己,或许也能满足他们的要求。 但我失败了,我只能做我自己。 随后,他开始进军导演界,不再迎合他人口味,而是按照自己的新一边故事,拍电影。 直到博德小姐成为一众影迷心中的女性标杆,小妇人横扫奥斯卡多项大奖,去年夏天的巴比火爆全球。 葛维格不断地将自己的女性经验拍成电影,自己也活得愈加舒展。 很认同一句话,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。 很多时候,使人迷失的不是外面的风吹草动,而是我们那颗总想迎合他人的心。 然而,顺着他人的目光,永远无法找准自己的位置。 正如沐昕所说,这个世界属于你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 适当关注他人的看法,有助于我们自查自省,过分在以别人的目光,只会平添焦虑和自卑。 放弃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,试着回应自己内心的期待,人生才能迎来真正的自家。 三,种自己的花,别修剪他人的树。 作家连悦说,对他人的私事不关心,不介入,允许他人的道德观,生活方式和自己不同,将消除90%以上的烦恼。 大千世界各有各的活法,我们无需扫去落在每个人身上的血。 有一位网友,大学毕业后,留在了杭州。 当他得知发小工作还没着落实,便好意邀请对方来杭州求职。 原本以为能帮对方改善生活,不成想忙没帮到,还给自己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。 来到杭州以后,发小既不投递简历,也不抓紧提升自己,而是沉迷于游戏无法自拔。 网友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便不断督促对方投简历。 发小却只是嘴上答应,直到身上的钱所剩无几,才勉强找了份工作。 其料好景不长,第一份工作他只干了两个月,拿到工资后便辞职在家。 朋友实在看不下去,于是出手相助。 他一边帮对方精修简历,一边动用人脉,联系老友帮忙支援。 历经波折,终于把发小送进了新公司。 哪知机会虽来之不易,对方却并不珍惜。 他不仅整日消极代工,更是把请假,早退当作家常便饭。 久而久之,发小成了全公司最可有可无的人,很快便被辞退。 这时候,发小母亲却打来电话,数落网友照顾不周,导致发小工作不稳定, 还责骂他坑害发小,使其两年都没攒下一分钱。 回想自己当大怨种的经历,网友最终放下助人情节,让其回了老家。 有人说,人生是所有选择的总和,这些大大小小的选择,构成了我们一生中所有关键的节点。 一个人的现状或好或坏,看似无常,实则却有迹可循。 恶迹缠身,不是因为生活刁难,而是前妻选择的结果。 事实顺遂,靠的不是他人指路,而是自己的反复摸索。 所有触动命运巨变的密码,全都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。 若他人强行介入,不仅改变不了对方,甚至还会让自己陷入被动。 人人都有一方独属于自己的田地,背后的荒芜或繁盛。 他人即无法探知全貌,又无力帮忙修剪。 最明智的处理方式,就是做好自己,没睹他人。 这并非薄情寡义,而是保护自己和尊重他人命运的清醒。 毕书敏说,一个人将全部身心安置在最好状态,才能变成一缕柔纱,与千疮百孔的世界温暖相拥。 所谓最好的状态,无非是收回关注他人的心,沉浸是做自己。 不比较,不拆台,专心唱好自己的戏,不迎合,不追随,怕是养好自己的心,不指点,不介入,安心重养自己的话。 唯有在颠倒错乱中捋清楚次,才能在世事纷扰中经营好日子。 余生很贵,愿我们都能学会让自己轻松,还他人自在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好好的患者 是否 retali Canadian